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考官你好 你也看过这部小说跟电影了吗 其实对于这个美国来说 她的这个女性的这种保护的权利 或者说任何人她对她自己身体的这种 可以拥有权利跟意识 也是经过一个很漫长的一个奋斗过程所得来的 是不是 性骚扰她本身就是一个很多迷思的一个议题 所以但是美国她们算是最早去关心这样议题的 可是我们看到这书里面的那个主角 就是所谓这个那个女矿工 女那个矿工 对 她也花了她花了好像十几年的时间去诉讼 那最后搞到自己健康情况也不好 另外一个叫另外一个矿工就死了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不管在国内国外 性骚扰都是一个被人家忽视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议题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事人说到性骚扰 当事人她可能还没有那个意识 或她不愿意出来去揭发 或是为自己权利去申诉的话 也可能会造成大家长期对这个议题的一个忽略 其实这是男女的感觉不同 比如说男矿工觉得这没什么 但是女矿工其实觉得很受不了 可是呢 愿意出来去申诉的确实很少 甚至于别人去申诉的时候 其他女矿工还拒绝宣誓说没有这回事 是因为她怕撕掉工作 对 其实我们看到男性沙温主义 不管在很多社会里面 其实常常就是被容忍或是被忽略的 尤其像这部电影的一个背景 它在这个美国一个矿厂里面 那你知道那是一个男人的一个社会 那么他们对于女性介入这样的一个职场 有时候也觉得很不自在 甚至会必如自主的表现出这个敌意 甚至是以良心的议题 作为一个嘲讽的目标 那这样可能就已经构成 性骚扰的一个要件了吗 其实性骚扰它有分两种 一个叫做交换利益的性骚扰 一种叫敌意环境性骚扰 所以交换利益性骚扰是说 我用我的性利益跟你交换工作上 或者是学教育上其他生活上的利益 那所谓的敌意环境性骚扰 就像我们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 就是经常用非常难堪的字眼 或是非常猥亵的图画 甚至也用非常不雅的动作 让你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是 像美国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所建立起来大概 大家都有相当的一个意思 就是要保护自己 跟避免陷入性骚扰的情境当中 您觉得台湾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具备这样的一个共识 或是说在当事人 他有没有这样一个对自己保护的自觉 目前在台湾存在不存在 其实性骚扰是存在于各个角落 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 但是在台湾的话蛮奇怪就是 其实我们两性工作平等法 已经实施了两年了 可是一般人对于性骚扰还是很模糊 但是性骚扰防治法好像刚推出一两个月 就大家就很恐慌说 我这样会不会构成性骚扰 其实大家对性骚扰还是很多的不了解 有些是很过度的这个worry 那有些是过度的忽视 所以这部分我觉得说 性骚扰防治法的执行 还有带加强的地方 所以所以性骚扰真的存在的 有很多文化上的差异 跟不同地方的一些风俗 也可能有这种差异存在 比如说这书里面 这个女主角她就非常的不高兴 就是说为什么要在 就是男矿工会在女矿工前面 很习惯的讲到一些黄色笑话 或者讲到一些什么动物的性骚扰 这事情她觉得是一种 一种骚扰的东西 那在台湾可能也有很多人 也喜欢开黄枪 那可是这个程度上怎么去认定 那么比如说性骚扰防治法 开始实施之后 那么就有人认为说 是不是比如说你不能够称赞 直接称赞一个女性的胸部很漂亮 或者你这样错了 会不会有担心说性骚扰防治 性骚扰这种构成的要件 那如果说的女方她是说 你称赞我反而很高兴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有设计一个 主观上认定的一个差别存在 性骚扰的定义 很多人都认为说是主观的看法 其实我是觉得应该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看性骚扰的定义 不能单纯从法条的规定来看 还要参考美国的判例 跟她的相关的见解 因为美国的法官可以造法的 所以她不是单纯文字上是法律而已 那根据美国的判例 他们的看法是说 所谓这个是不是构成性骚扰 除了当事人本身被骚扰 那个人认为是以外 还有一种reignable man reignable woman 一个women 就是一般的人 一般的合理理性的人 你会不会觉得是受到侮辱的程度 就是客观的人 客观来看这个 这样一个笑话 或这样一个称赞 是不是构成性骚扰 一般社会大众的看法 一般社会大众的看法 这会不会有点模糊呢 比如说 你讲这个同样一句赞美的话 可能有带着猥亵的意味 但有人听起来觉得 这是一个赞美的意味 那么这边所牵扯到 就很多主观的认定上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没有办法还原 当时的情况 这会不会构成一个 性骚扰 一个判别上的困难 所以呢 被害人就必须要举证了 那让法官相信说 这样的一个不雅的动作 或者是一个笑话 其实是社会上一般人 合理的人 理性的人 他们认为是性骚扰 所以每个法官可能会认定不同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案子里面的 联邦的地方法院的法官 他们也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法官 跟上述法院巡回的 第八巡回法庭的法官 也看法不相同 所以这个一个案例的形成 它就是一个层层一个偏见的突破 那么可能经过很多的论证 对一个事情不同的看法 目前台湾在认定 所谓《性骚扰防止法》上的时候 会不会还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偏见 使得当时它没有办法保护自身的权益 包括女性可能对自己的 很担心自己的名誉受辱 或者说在审判过程中 必须要不断地重复自己的新生活 私生活的那一面 那么这些方面 是不是对台湾女性 还是很大的障碍 没有办法突破呢 其实我觉得观念一直在改变当中 比如说我们以架暴的案子为例 以前架暴也是禁忌话题 可是后来我们架暴实行以后 加上王晶莹事件 我发觉电视上好多艺人都承认自己是被害人 同样的性骚扰本来是一个禁忌话题 但是我们要惯使一个观念说 被骚扰的那个人没有错 错的是骚扰那个人 所以被骚扰并不可耻 如果在这种意义底下 很多被害人会觉醒 那会带动整个的这个社会观点的改变 那法官在判案的时候 他也必须要参考整个社会的观点 所以这个观点 这个性骚扰的定义是宽护言 要跟整个社会的脉动相结合 对 事实上好像跟媒体的整个态度有关系 因为基本上很多人就认为说 很多过度的曝光当事人 或者说集中的采访 对他大量也会造成一个恐惧 跟民意上的伤害 那你目前觉得 他们媒体这方面做的 是不是也恰如其分呢 还是其实 一定要适当的曝光度 才让这种案件 也比较能够获得重视一点 其实我知道媒体 还有一些这个研究工作人员 他们也开始非常担心说 我的界限在哪里 那我在想 其实应该是更小心一点比较好了 当然我们法律不会 把一个非常高的道德标准 放在这个媒体的工作里面 可是呢 像以前常常会摸这个女人的屁股 那这种动作 他以后还是比较少做为妙 所以其实基本上 这个性骚扰它的 矩阵的方 矩阵的还是在这个 被骚扰的这一方吗 那么这个会不会有涉及到 误告的情况 就是说如果说 有 不管是男性或女性 希望利用这种 可能比较私人的这种场合 去做一个误告 那矩阵的又是在当时的话 那会不会造成 你能够控告对方误告吗 或者有这样的一个案例 有或中呈现吗 有时候性骚扰真的是会误告 那有时候也是就是误认 对就是 我其实明明没有什么 譬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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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要事 譬如说 譬如说 译论 譬如说 譬如说 哪个罗 sta装 譬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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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结果 很多不出 譬如 clauses 表演的時候是不是性騷擾 那假如不是的話 通常這個性騷擾的動作 應該不是一次 通常是重複很多次 這個人他的行為 那麼把它集結起來 甚至於有時候一個簡單的動作 可能不是性騷擾 但是集結起來就可能是 比如說我在追求女朋友的時候 我第一次跟她講 晚上打電話去那我拒絕對不對 每天晚上打電話 那就可能會構成性騷擾 所以是不是普遍是不是嚴重 如果是嚴重當然性騷擾 如果是不嚴重但很普遍存在 像我們這個案子裡面 其實它是非常普遍的存在 到處都看得到那種 黃色的這個辱罵的一個言辭 或者是猥褻的圖畫 再來是它很嚴重 它甚至也會構成有點強暴的性質 所以如果是嚴重 或者是普遍存在的這種動作 是違反當事人意願的 客觀上一般人也認為 這樣是一個不好的一個行為的話 那麼就構成性騷擾 好 那麼想這個關於性騷擾 你們的確有很多內容 是大家現在剛開始認知到 也必須要瞭解 我想從這部電影 這個書當中 我想也提供台灣很多的法律工作者 或是很多對自己身保護 需要保護的一些很大的建議 那法官最後有沒有什麼提供 給我們的法律工作者 或是女性在這個電影中 一個獲得的啟示呢 我覺得非常多的女性的被害人 當然包括男性被害人 他們在做當性騷擾的時候 他們心裡是很不舒服的 但現在有個法律可以保護你們的時候 你們可以利用一些申訴的管道 一些民情訴訟的管道 去保護自己的權益 我想這個也是這本書要告訴世人的 就是性騷擾是不被容許的行為 可能要付出慘動的代價的 好 我們非常感謝高法官來現場接受訪問 也希望大家都懂得 就是說任何人的身體 跟他們的尊嚴都是值得尊重的 不可以以自己的行為去強加租別人 不管你認為擁抱是個西方式的禮節或什麼 那麼當時的意願是最重要的否則 你很可能就觸犯了性騷擾防治法了 請大家都要注意這一點 好 謝謝高法官 好 另外這個表演市場 在台灣轉變 小家庭慢慢的減少 取代這是單身的族群 那麼根據統計 台灣10年來的單身戶比例 已經從原本的6.6% 6.99% 上升到9.94% 也就是說每10個家庭當中 現在就一個家庭是屬於單身戶了 爸爸媽媽和小孩住一起的情況 越來越少了 因為現在美國以及台灣等地區 單身族已經要升成為最大的族群 根據美國的調查顯示 單身獨居家庭已經取代傳統的小家庭 成為美國最普遍的家庭結構 房仲業者表示 現在都會人是晚婚不婚 以及離婚的比率攀升 年代使得單獨生活者 獨立涉及的數量明顯增加許多 雖然台灣單身戶還不是主流家庭結構 但10年來台灣的單身戶數 也成長將近32萬戶 佔總戶數9.94% 也就是說每10個家庭當中 就有一個家庭是單身戶 房仲業者也發現 離婚率越高的地區 小坪數的住宅就賣得越好 以高雄市為例 民國80年高雄市的離婚對數為2484對 92年增加到5141對 成長兩倍多 反映在房地產上 92年比80年 兩房以下的住宅成交數量 也成長了1.6倍 不婚族離婚人數越來越多 單身族也成為現在社會的新趨勢 也難怪小坪數住宅 果得青睞成為房地產的新主流 第二十三屆世界大學運動會 台灣在總得排數方面創的紀錄 獲得了六金二銀四銅 而為台灣增下一金二銀的 跆拳道選手呢 昨天晚上翻底鍋門 而其中踢出銀牌的楊淑君最瘋光 因為他的奧運金牌選手男朋友呢 朱姆妍 還親自到機場去接他呢 楊淑君帶著奪下的銀牌 男友朱姆妍準備花圈 爸爸遞上鮮花 跆拳道美少女 害羞起來 感謝很多朋友的支持 謝謝 就在國外的時候有沒有跟 朱姆妍通過電話 arse覓禍 成功 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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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